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漢姆 好我們先進行一下吧 那來玩這款NASA立刻之王Overload 今天是6月6號 今天開服的 那我們就先調我吧 這邊有版權音啦 那我這邊有Apple Facebook帳號登錄優客 呃他應該是有鎖模擬器齁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平板來玩 然後再投射到電腦去錄資錄影 所以那個畫質會比較差一點 應該說差很多 昨天用模擬器還可以玩啦 Blue Stark開開到這邊 然後也更新完了 然後今天再開他就鎖起來了 呵呵呵 這邊還可以30幀跟60幀啊 我就不動了 好那56幅這麼多 好 把聲音打開吧 有版權音再說再蓋掉 反正今天就什麼RO仙境傳說啊 更新半天更新不了 有夠慢的 結果更新到模擬器整個黑屏 不用換模擬器玩 這遊戲也是陸服遊戲啦 陸服有啦 那時候可能也是要試玩鎖模擬器吧 嘿嘿嘿我們小心一點好了 好不好我們小心一點 我們直接跳劇情 這邊是3D的3D動畫 這個我應該是玩過啦 我應該是玩過啦 陸服版本我可能那時候有試玩過 好這部小說 輕小說漫畫 動畫啦 蠻好看的 Momo-san 好這Momo-san 簡單說就是一個遊戲 一個老的online game Momo潛行的那種遊戲 要結束營運了 伺服器要關了 然後他當時的一些戰友都已經離開他了嘛 都退坑了 他堅持到最後一秒 然後伺服器關閉之後 他沒有退出遊戲 就直接跑到異世界啦 包括他的那些MPC部下 什麼亞爾貝德 亞爾貝德像這個角色也是啊 他就是直接那個 來到這個異世界 然後他們都變成那種活人的感覺 因為MPC的時候是不太會對話的 因為MPC的時候是不太會對話的 他就是一個工會會長啊 然後是不實不實足啊 這種Undead的 不實的 骷髏 他現在就帶那個面具 他那個面具很好笑 是那個情人節面具 就是只有在情人節當天沒有出去玩 沒有出去玩才有的面具 就是情人節不是都要出去玩嗎 跟女朋友出去玩幹嘛的 那你沒有男女朋友 人家只能在那邊玩遊戲 玩遊戲就可以領這個面具 好啦我們挑劇情吧 假設大家都看過這些劇情 反正我以前也都玩過了 只是這隻台服嗎 台服再出了一次 有不錯的表現啊 只是 老樣子啊 我沒有買傳輸線 應該要去買的傳輸線 太不會吸引轉HDMI 把它輸出到我的那個街區盒裡面 好 反正這些 雜魚就被幹掉了 因為他用的都是6階7階8階9階的魔法 然後這個世界可能3、4階就已經超強了 他們魔法等級比較低啦 那點擊一下 我的畫面不見了 哇 重來一下重來一下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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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傳輸不穩啊 這是透過網路然後 投影到我的電腦 就是我們現在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什麼 譬如說我們現在手機啊 平板啊都可以投影到電視機嘛 那我只是把我的電腦當作是那個伺服器 可以投影的伺服器這樣 可以投影過來這樣 就裝了一個免費的軟體就可以投影了啦 這是我當初 免費解決的方案不用花任何一毛錢的方案 我們繼續小聲一點 好調過反正就回合字嘛然後動漫 帶著MOMO 飛鼠MOMO 然後MPC都活過來了 然後就叫他的部下去各個樓層的那個領主過來 報道一下然後就分析一下我們在什麼地方 去偵查一下周圍的環境 這邊應該是要練習戰鬥啦 就回合字直音戰鬥這樣 這個是管家 賽巴斯丁喔 賽巴斯 Ambusta 賽巴斯塔 沒有我講的是機器人的名字 他可能叫賽巴斯丁之類的啊 好像管家都喜歡叫那個名字啊 整理 哇我這個怎麼一切畫面一切動畫整個畫面又不見了 這個投影有點問題耶 好像那個切畫面幹嘛就斷線了 然後我的聲音整個重來 就聲音大小又重重重弄一下 這不太穩了 再去買一條傳輸線 都幫小朋友買什麼藍牙喇叭 買什麼 小米手環吧的一些東西啊什麼的 今天都到貨了 一個是有兩個是蝦皮買的 要去蝦皮電腦店領貨 好這個 那個 重製的不錯啦 點他 點他一下 他是魅魔啊 他是魅魔 但是因為他有那個感情歸零 就是 主角他有一個敏意感情的負面感情什麼 所以他不會有什麼情慾 一有馬上就歸零了就進化了 賢者模式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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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忍睛效果 傳說中的強制忍睛效果 阿魯貝套 阿魯貝套我看看那個 他是說多少 送1000抽啦 這遊戲的廣告是說登錄送1000抽 4大8 4大8 各階層的守護者 OK 我在想我當初會不會也是用平板玩阿 阿我忘記了耶 這個是反插萌一個是女生穿男裝 然後他弟弟穿女裝 設定是這樣啦像這個是女生啦 他這個弟弟 弟弟是穿成這樣 好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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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小子 亞烏拉和他的弟弟 作為偉娘的馬雷 阿我們可以自己點這個 自動行走 不要再給我黑屏阿拜託 網路非常不穩 在我們家就裝了兩個Wi-Fi吧 我房間那個Wi-Fi有點故障 有時候會斷線 客廳也不會 客廳也給大家用 我自己斷線我自己排除了 現在都是Wi-Fi阿 就是像我幫我媽買了那個新的電腦 我也來幫他拉網路線 直接用那個Wi-Fi 去買一個199的Wi-Fi USB 拆下去就可以用了 很方便阿 不用拉網路線 反正他也用不到網路 不太需要用網路 每天都玩那個單機麻將 還不能玩新版了 網路麻將太快了 對他來說太快了 就那個明星三缺一網路版 那個6秒出牌對他來說太快了 他反應不過來 就是不會出然後就輸了 我這邊有屬性客製 點一下是普攻吧 敵方行動中 所以他就一直輸阿 就是他那個戰鬥系統 有上升的應該是客製嗎 理論上 這個長按一下 長按的話會有一些說明 惡魔的滴雨 簡易有 然後這一招是 職業 這個感覺是普通攻擊而已阿 然後這個惡魔的滴雨是多少 施加連鎖 140 140% 就是一個普攻一個小技能 然後還有被動這樣 OVERROAD OVERROAD 可能到時候還有那個 大奧義吧 我那個先進傳說還在下載 有夠慢的 進去的話可能也是卡頓吧 他只要一切畫面動畫我就斷線 好斷線 他好像那個切到動畫的時候 跟我這個傳輸軟體可能 可能不穩還是怎樣 好這邊要開始養成一下 卡牌養成嗎 動漫IP 我今天還有玩那個 剛剛還有玩那個排球少年阿 排球少年之前是日文版 大家看不到我滑鼠很正常 因為我現在用平板 沒有滑鼠 沒有滑鼠 沒有鼠標阿 平時我是用模擬器阿 這個遊戲就擋模擬器 我昨天用了夜神 雷電 MU MU都不行 然後又下載 Bluestark Bluestark可以 還更新完了 都OK了 好今天 中午來錄的時候應該很順利 結果剛剛又掛了 還有我必須用這個 平板來下載 平板下載用透過Wi-Fi 那個賽速度也是下載十幾分鐘 蠻麻煩的 這邊要跟那個根源之火精靈戰鬥 我們再玩一下一下吧 反正這個 不精彩的這個 錄製畫面 一點都不精彩 因為太糊了 我們這邊有個群 像這種奧義都是可以跳過的啦 錄清者的末日 這種奧義 畫面到時候可以跳過 大地巨浪 他可以輕易的改變地形 他現在在跟自己的部下打啦 對對對 因為整個工會都是他的部下 裡面的怪物都是他的 魔物都是他的 哇他還有四排血耶 敵方行動中 敵方行動中 龍雷喔 感覺又要閃退了 不是閃退我畫面又要黑屏 好辛苦了辛苦了 跳動畫就閃退 連線程式就閃退 好那就玩到這邊吧 反正玩得也不順利 就大致上給大家看一下 遊戲的畫面啊玩法啊 就探索啊 跟他們對話啊 然後就進行劇情 劇情也都是他3D的 重置過 好塞巴斯 好繼續 我們要離開這個經濟場 還沒有首頁還沒有抽卡 什麼都還沒有 那設置我們剛才看過了 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啦 有興趣就來吧 目前的資訊就是 模擬器好像不能玩 不能用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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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